宋老师刚讲到乌江尔大厦基本上布局围堵中国跟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同时 美国国会9月份推动的是台湾政策法 而且这个是核弹级的挺台政策 是的 我们过去认为台湾政策法是一个所谓的重磅级的挺台法案 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冲击波和它的杀伤力 它可能是一个多弹头的一个核弹级的挺台法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案它不仅是炸掉了 就是以三个公报为基础的美中关系 同时也炸掉了所谓中共定义的一中原则 在这个过去的这种一中原则之下 你譬如说美台之间不能进行官方接触 我们的驻美代表处不能升国旗 乃至于就是说美国也只能够卖给台湾防卫性的武器等等的 这些所谓的这些限制呢 在这个台湾政策法当中里面全部都抹除掉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台美之间还重新建立了一种叫做 没有官方之名的官方关系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 就好像是一对夫妻 他们除了没有正式结婚取得正式的名分之外 所有的夫妻关系全部都具备 那么我们刚刚讲说它是一个多弹头的一个核弹节的法案 那我们可以来数一数它有几颗的这个多弹头 那么第一颗的这个多弹头呢 就是表现在政策法里面的第103节 他们这里头里面他讲了 他说这个法案要指示国务卿要去撤销 撤销什么呢 禁止所有台湾的官员展示具有台湾主权象征的任何的行政命令和指导 这也就意味着说 而且还包括中韩民国的国旗 你都不能够禁止它悬挂 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国旗以后在美国会自由的飘扬 那么享有一个类似整国家的一个地位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展明在104节里面 他讲说已经被改了名之后的那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 他享有一个就是在美国境内与外国政府相等的事实上的外交的待遇 这里头有个关键词叫diplomatic treatment diplomatic这个词一直在美国的对台文件当中里面 很少会出现的一个名词 这是一个外交的字眼 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将来台湾的官员 可以大大方方的以前是只能过境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落地 而且能够抬头挺胸的入境 也就是说这条开启了美台之间 一个外交上的无障碍通道 那么这是一个第一颗的这个所谓的多弹头 那么第二颗的多弹头呢 就是在201节当中里面展明了 他说他要修订台湾关系法 修订什么呢 向台湾提供武器要从过去的防御性的武器 那么扩大到有利于台湾能够抵抗人民解放军的一种侵略的行为 我们要注意啊 什么叫有利于威吓到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叫经历的行为 这个都由美方片面可以去定义的 不需要到底考虑所谓的三公报 也就是说他不再受三公报的一个约束 那么这就意味着就说 美国从此以后呢 从一顶钢盔到超音速飞弹都可以卖给台湾 那么我们过去一直想要买而买不到的 你比如说几音速飞弹啊 F-35战机啊 甚至包括就是说萨德系统啊等等的 可能因为台湾政策法呢 美国都有可能会卖给我们 那么第三个核弹头呢 就是在213节里面展明了 把台湾立为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国 所谓的Major NATO Ally 台湾又不是在欧洲嘛 所以当然不是NATO 可是L来这个字眼呢 我打个比方来讲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 有同盟国跟轴心国 L来这个意思就是同盟国和轴心国的这样一个含义啊 也包括就是所谓的美日安保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三个多弹头的核弹头呢 基本上呢最终呢 它会全面的去改变美中台的三角关系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我们稍后就会认识了 好 我们稍后就会认识了